哈喽各位小财神今天过得都还好吗 今天这支影片呢是我们的宝古梦神日群的倒数第二支 也是我们这个很多粉丝 这个参与投稿活动的倒数第二篇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趣的这个内容啦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这个阅读林小姐的心得 这林小姐她说自从宝大出书之后就一直迫不及待收到书赶快败读 在相读之后才发现自己以前会使用的优惠 现在想想多么知识不足 与宝大相比真的是自残 自相自残 相形自残 这个字有点难 有点难念 如今这本书被我奉为归念 那我觉得啦就是说 书本它真正的有用的地方 是我把所有的知识都统整化了 那你在我的部落格里面看的东西都是零散的 那它没有一个主题性的东西 那成为变成一本书之后 它的重点是以这个所谓的主题式来难挂所有的资讯 并且把它统整好 那这部分的话是你在部落格的文章看不到的 那的确是真的要在书里面才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的确是花这么多时间写一本书的原因 就在这里 那第二点说 读口侃其实更能发现宝大是一个细心的人 在资料整理上面真的说花了不少功夫 也能帮大家理出日常生活用卡习惯和迷思 虽然就像书中提及信用卡跟银行的资讯 每天日新月异 更新的速度根本来不及刊登在书中 不过宝大的统整能力却是清楚且明白的 没有时间跟经验的累积 是不可能完成这本书的 讲到这边我才觉得还蛮好笑的 就之前福马不是有在他的粉丝界推我这本书吗 所以他很明显的也是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我真的做到了 而且全台湾第一个 就是真的有部落客真的出了一本跟信用卡有关书 所以我觉得它里面的脉络跟这个 我的做事情的思维 你可以在里面去学习到这一点 尽管信用卡有优惠资讯师会因为时间而慢慢的 就是失去他的这个所谓的时效性 但是我讲的最主要是观念 这本书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观念 就是你怎么用信用卡 你怎么挑选信用卡 那这部分的话的确是不会因为时间而慢慢的fade out 这部分是大家可以去注意的部分 那下一段说 举凡生活水电缴费 电信 购物跟旅游 宝大都有一套自己的刷卡模式 甚至400多张信用卡都能熟记优惠跟运用自如 注实令我佩服 我如今也只是只要能刷卡就不用现金为原则 加上近期几个月疫情严峻 可以使用行动致富的地方一定是零接处付款 方便又安全 近期也用宝大的连结办了 遇上only卡 中游联名卡 ileo信用卡 不仅如此 大户ileo Banky数位账户一同 都是为了高利率活储而申办的 真的是脱宝大的福才能知道这些好康资讯 现在要好好研究eToro的海外投资 自身也希望能够透过富利的功能来增加未来的退休金 那我在这边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eToro它已经就是结束了台湾的代理跟这个市场的营运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单纯的投资工具 你不见得要使用eToro 你也可以使用比如说TGMA Trade 或者是 那个First Trade 它有非常多的海外券商可以使用 甚至国内也有付委托 都可以一样做到这个所谓的投资海外的成效 所以eToro不会是你单一的选择 那我会持续使用eToro是 我相信这个平台 然后我的钱也放在里面 我持续使用 那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度来选择不同的交易模式 都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好不好 所以不是非eToro不可 而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 那我会选择的原因是因为 经过我自己认为的判断 我觉得它OK 所以我就使用 但是你们一样要自己去做这个判断 才能够来决定 到底哪一个投资的这个商品是适合自己的 好那下一段落 跟大家一样 不会只是一个收入不多的小资主 都是要靠省钱跟刷卡的优惠来赚取生活小确幸 令我动容的是 宝大用信用卡里程带全家人出国玩 更能体现信用卡里程的威力 跟实质上的效益 之前认为用信用卡换里程的方式是理想 没想到也能全数用在出游上 不过目前我家人没有使用信用卡的习惯 家人认为额度越高越危险 担心容易负债 因此我也无法把家里的消费集中在一张信用卡上面 致使我的努力只能提高每年的所得来提升额度 我一卡住 哇 我的额度都没了 好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一直要叫玉山银行 帮我凌迟额度调升都非常的麻烦 所以后来我的玉山额度就是因为 这一次这个所谓的众所税的关系 我有一些扣角平单嘛 去年的 那我把它一口气提升到六七十万 哇 那这样我们全家用起来就会觉得说 比较顺手了 不会为了说 哎呀 额度不够要赶快先去缴钱 然后才能用什么的 超麻烦的 我们不是还不起钱 而是觉得 信用卡还是要回归它的方便性使用嘛 赚高回归的同时也要拿到高的 就是也要够方便啊 不然谁要用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事实的条额很重要 下一段 林小姐说 限为五月的缴税期间 follow宝大的脸书跟新书 在拿到扣角平单之后 也能事实的去跟银行提升额度 不过结果当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啦 学会跟银行交手 知道银行要的是什么 也能渐渐的提升自己的能力 要慢慢的提高额度 以防之后大额采买方横额度太少 现在不少信用卡都要跟宝大跟卡板帮连结来去办卡 真的很谢谢宝大这么用心 时常提供这些优惠资讯 才能造福广大的宝明啊 谢谢宝大初衷 所以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那个称号 觉得自己是宝明 然后说我是宝大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有趣 那也希望你能够从就是我的粉丝页 或者是我的YouTube影片里面 去学习到一些正确的理财知识 能够让你省钱 能够让你赚钱 能够让你投资赚钱的 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 那最后一个段落 依照自身的需求来缔造 属于自己最适合的理财方式 跟消费模式 这也是现今大家仍不断学习的地方 连我自己也是 在这样资讯爆炸的时代 信用卡的淘汰率更是如同换手机电脑一样快 要赶快加紧脚步跟上卡板帮的步调了 不说了 先看一下现在复制宝大跟他的 一头状况好了 哈哈 好 我之前也有在这个 韦里安的那一支影片里面 跟大家介绍我自己的 这个绩效嘛 至少有9% 韦里安说 新闻报导说 奇葩蛋宝可梦有9% 我觉得 我的做法非常的懒人 就是 锁定好我自己要的投资标定 然后持续的把钱放进去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但是 连这么简单的做法 都还能够打败 全世界50%的人 那我就觉得 那这个方法就是都适合大家的 非常的简单 那如果你有在这样子的基础之下 再来去做波段操作 也许你可以赚的东西是更多的 那当然这是更进阶的一些 投资理财的技巧 我们以后有机会 可以再来跟大家分享 不论是拍影片 或者是讲座上课 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分享 也欢迎大家要持续的来 关注我们 追踪我们 那 如果你就今天这支影片 对你有帮助的话 非常欢迎你赶快来订阅一下 小铃铛看起来 最新的理财知识 才不会错过 那也非常欢迎你 赶快把这支影片 公开的按赞 留言 分享给你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 投资理财 还有这本书的奥妙之处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